大家好,我是南妹 在我们大东北,天气冷的时候就想吃一口热乎乎的饺子 很多朋友都不会调肉馅 今天就分享几个调肉馅的小窍门 学会这样做,肉馅鲜嫩多汁,不腥也不柴 首先把大葱斜刀切成片 一小块生姜也切成片 切好后装碗中备用 接下来锅内倒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烧开 水开后放入几个大料和花椒 开大火煮三分钟左右 花椒水能让肉馅更香更嫩 香味都煮出来以后,先关火放凉 放凉后再用漏勺过滤出花椒水 接着把花椒水倒入葱姜的碗中 用手充分地抓拌均匀 让葱姜和花椒水的味道融为一体 这时候就能闻到香味了 抓余后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斤的前腿肉 做肉馅的时候一定是三分肥七分瘦的比例来调 这样饺子馅的口感也好吃 用搅肉机给它搅碎 时间充裕的朋友也可以用刀剁 搅碎后倒入大碗中 然后把三分之一的花椒葱姜水倒进来 下手充分地抓拌均匀 让肉馅充分地吸收花椒水 这也是肉馅鲜嫩多汁的关键 葱姜水要分两到三次加进来 这样肉馅会吸收得特别好 我们也可以用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拌 让肉馅充分地上劲 最后像视频中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调味 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鸡精 一勺胡椒粉 一点点老抽 一勺生抽 适量的蚝油提鲜 调肉馅千万别放料酒 料酒在肉馅里面挥发不出来 不仅不能去腥 还会让肉馅有一种怪味 再次搅拌均匀 让调味料充分地融合 接下来准备一节大葱切碎 切好后装入小碗中 再准备一把小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后装入碗中备用 这样我们的肉馅就调好了 大葱花和小葱花都不要着急加进去 肉馅一定要现用现加 如果肉馅里面提前加了葱花 放置了太久会有一股难闻的味道 一会儿就要包饺子了 所以我就把切好的葱花都加进来了 如果想让它吃起来更香 也可以用热油烫一下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原味的葱 所以没有用热油泼 再次搅拌均匀就可以包饺子了 这时候大家也可以根据各种的口味加入蔬菜 可以加韭菜、白菜、酸菜等等 这样调好的肉馅 无论是用来包包子、包饺子、包馄饨 烙馅饼、做锅贴都非常的好吃 这样调出来的肉馅口感鲜嫩多汁 不腥也不柴 调肉馅的小技巧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做法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